許智傑邀請的 是在許智傑辦的活動 然後韓國瑜去出席 韓國瑜高度展現出來了 作為一個高雄市市長 即使是不同陣營的 立法委員的邀請 然後他很大方的出席了 當然這一件事情 許智傑為什麼要邀韓國瑜 剛剛大佬說 很多綠營的委員 好像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 我覺得他們已經開始在轉彎了 許智傑就是做一個示範 而且他是公開檯面上的示範 就是說我可以跟韓國瑜站在一起 因為他也想要救他的選情 坦白講今天在高雄 任何一個人如果出來是用 強力砲打韓國瑜的方式 他想要去贏得下一次 是選立委 不是選市議員 市議員有的人 可能要走勝率的票 一個立委的票 他要幾萬票他才能當選 對 然後而且是一對一的對決 所以他今天如果採取一個 對立的姿態 是不對的 所以許智傑 他在民進黨陣營裡面 號稱叫做製多行 我覺得他已經想清楚了 就是說他跟韓國瑜的關係 他不採取對立的關係 反而他釋出這樣的善意之後 他可能可以得到一些顯然 或是中間的肯定 就原本支持韓國瑜 沒有那麼的討厭他 不會變成是壁壘分明 所以他在佈局 對 所以他有他策略上的考量 就是說他跟韓國瑜有關係 他塑造一個我不是打韓的人 然後他也很善意的邀請韓國瑜來參加 其實也不只許智傑 他們私底下的地方的活動 像包括林黛化 他看過他好幾次 對 他跟韓國瑜 他也要發紅包什麼的 對 他跟韓國瑜其實也很親近 那在更早之前是賴瑞隆 發韓國瑜的紅包 他不是在笑說 為什麼他發韓國瑜的紅包 照發 即使那個死對頭之前那個邱毅營 不是在一場活動的時候 他也不得不要跟韓國瑜 打聲招呼 對 也要打聲招呼 所以以現在韓國瑜的人氣來講 我覺得今年綠營要去選 立委的這一些候選人 我覺得都不至於採取一個 窮追猛打的姿態 因為韓國瑜的人氣太高了 韓國瑜他可以吸收到中間選民 而且潛綠的 他恐怕也有一些人是支持他的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的立委 那個炮火已經是沒有了 不會再對準韓國瑜 但是黨中央 民進黨的黨中央 跟要選的是不一樣的 民進黨的黨中央跟行政院 可能不太一樣 你說明著去炮轟的 只有像黃蟲燕這樣的人 就是有一點還是 自己很意識形態 自以為是 然後以為他講這些話會得分的人 會出來 很照鏡的出來 但是你看看陳其邁 陳其邁他就不敢 他現在在言語上面 就是講得都很漂亮 都是很漂亮 他不敢在言語上面 再進一步去打壓韓國瑜 但是你說他的行政效率 會不會說配合得很好很快 當然也不會 所以這次的事件 要不是韓國瑜 他這個直播 引發這麼大的爭議 我認為行政院 他大概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一個審查會議 召開有這麼困難嗎 當然沒有 12月12號就要開的會議 拖這麼久 當然擺明的就是說 我怎麼可能讓你韓國瑜 就是一下子這個市政績效 一直往前走 然後到時候你一年到了 可以有很好的這個市政績效的報告 行政院我覺得整個 民進黨黨中的心態還是 不可能是全面性的配合 有一些還是要按卡 但是你說明者現在有幾個人 檯面上的人會站出來 公開砲打韓國瑜的 我不覺得很多 特別是要選的人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砲火 大概都已經收起來了 高雄市長韓國瑜 那麼很多人都在問 從他最近的動作看 他到底有沒有要選2020 我們就來看到在今天早上 他留下了一個歷史鏡頭 他是參加的是 二八紀念活動前的記者會 看到沒有 他跟誰同框 本來在議會爭鋒相對的陳志忠 兩個人一同舉牌 愛與包容 當在旁邊的是民黨立委許智傑 我們看到陳志忠怎麼說 他說早期談二八 都在談真相賠償 接下來要用愛與包容 來談二八精神 韓國瑜說 二八是大家要共同面對的議題 我們要把仇恨拋掉 那麼許智傑說 韓國瑜當選有一半人高興 有一半人不高興 但大家期望把高雄變好的心 都是一樣的 這歷史性的同框罩 而且旁邊還是民黨的立委 所以來看看網友 有很多討論 說這兩個人一起出現 太可怕了吧 就是韓國瑜和陳志忠 是有什麼大事要發生嗎 還有韓市長叫阿中老爸還錢來 好 那麼許智傑立委 在為下一任布局了嗎 先向中央爭取高雄經費 還有市長去休息 為什麼來參加二二八活動 是不是在浪費時間 還有哪個珠木寮安排的行程 真是夠了 武漢委員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他其實真的展現一個高度 就是說在台灣每一次碰到選舉 就會極盡操弄之能事 造成社會的對決 但是我們看到 韓國瑜市長在這一次高雄市長 選舉的過程 他完全不打負面選戰 也從來不口出惡言 選舉完後 一樣他還是願意跟 在議會的在意黨 共同面對二二八的事情 我覺得他的確展現一個高度 而且的確落實 他在競選的時候的主軸 就是全力拚高雄經濟 政治少一點 經濟滿分 我想這就是韓國瑜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到現在 還是擁有這麼高的支持度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他 不容易的地方 今天我想 韓國瑜他願意站出來 參加也許許智爺辦的 然後邀請陳志忠 民進黨幾個議員 對二二八事件72週年的 一個記者會 當然大家會很驚訝 兩個人同框 或者說韓國瑜好像第一次 這個參與綠營所主辦的 一個活動跟記者會 尤其是面對二二八事情 但是我想台灣的民眾看到的是 韓國瑜的高度 再三強調 所以他講得很好 韓國瑜我記得 他在這個記者會 他講到說 這個議題二二八事件 是要共同來面對 嚴肅看待 也希望 藉由他今天出於這記者會 能夠把過去所製造的 對立跟仇恨 能夠擬評 我覺得他的這個談話 也非常的恰當 所以我是很正面看待 韓市長他今天出席 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大家可能關注我家裡 都是他跟陳志忠在同框 因為他們過去在議會的 爭鋒相對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 為什麼一開始我談到 反觀每一次選舉 都會藉由異議的操弄 所以同樣的 也讓我想到剛剛賴教授講的 就是說今天兩岸之間的衝突 軍事之間 大家彼此在展示 很多的操演等等 我的確很擔心 像賴教授講的 往往碰到選舉 就會藉由這樣 升高軍事的衝突 兩岸之間的關係緊張 做一種選舉的操弄跟動員 其實過去歷史上 也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記得前不久看一個電影 北風談到南北韓之間 過去他們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故意的做一些挑釁 然後私底下安排一些人士見面 就是希望你能夠做一些演習 然後我做一些反應 然後激起自己的基本盤 做選舉的動員 我覺得這些其實真的是 台灣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是非常痛恨的 其實最終大家談很多 國防 軍力 兵員 夠不夠等等 事實上台灣民眾是 絕對不希望任何戰事發生 和平才是最符合我們的利益 甚至是這個區域最大的利益 所以大家談到美國的角色 對岸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也許沈大老當他的預測 他覺得輕鬆看待 未來可能發生戰事的機會不高 我覺得嚴肅看待 但是不是沒有道理 台灣民眾不希望戰事發生 所以我想這個才是 台灣民眾最大的共識 這個我想剛剛賴教授講的 我們不希望蔡英文政府 藉由今年選舉年 刻意做很多的演習 甚至打中國牌 兩人之間衝突 做選舉動員 你剛剛提到 就是看待這個228活動 就是心態單純一點 政治少一點 可是我必須說 其實228活動 它本身就帶有政治意涵 從過去到現在 你可以發現 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舉凡事要角逐總統大位的 幾乎都要經過 這是一個必經的儀式吧 可能是228相關活動的洗禮 包括像是馬英九年年去 柯文哲也去了 那麼這次韓國瑜 韓國瑜來了